那对面就是泥沙山 然后月娥泉也在那个方向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雨 我们现在从嘉玉关前往敦煌 作为敦者大野皇者圣野 讲的就是敦煌在古斯彻珠路上的重要性 同时敦煌也是一座非常有名的旅游城市 这里有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墨高窟 还有沙漠中永不干窟的月娥泉 还有春风也不渡的玉门关 非常的期待 那我们就出发吧 今天的天气真的太好了 太漂亮了 一路过来全部都是这种蓝天白云的 太舒服了 从嘉玉关到敦煌接近400公里 大部分的路上都是戈壁滩 现在慢慢接近城市了 敦煌和嘉玉关也差不多 也是一座建设在沙漠之上的绿洲城市 哇 我们到了 终于到敦煌了 这边城市之间的距离还是蛮远的 哇 我发现敦煌今天的天气好好哦 这是云好漂亮 很漂亮的一座城市啊 也是第一次来 带大家去领略一下大西北的风情 现在慢慢我们就到城区了 酒店是已经订好了的 直接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到了之后 我们就准备去逛一逛这个城市 然后去吃一下当地的特色 我们已经到酒店了 还挺大的这个房间 标间不到80块钱 挺划算的 现在我们就要准备出门去逛逛了 我们出来基本上都住的这种100左右的房间 都比较干净 因为现在疫情嘛 所有的房间都在打折 所以说旅游成本 在住宿这方面就节约了不少 现在都差不多8点了 然后天还非常亮 跟白天一样 南天白云的 中方这个城市不大 但是规划的还是非常干净的 路面非常整洁 我发现到了甘肃这边的几个城市都很好 张叶 嘉玉关 然后敦煌 都非常的不错 这里就是敦煌最有名的沙洲夜市了 进去就是 一会儿我们过来逛 现在去逛逛其他地方 看看这个城市 每到一个新鲜的城市都非常的开心 因为都是没有来过的吧 新东西 对新东西老是充满好奇感 这里就是敦煌市的中心地带了 这前面这个转盘好有意思啊 这中间就是他们的标志性建筑 飞天 反弹琵琶 看一下这个雕像 明天我们就要去墨高窟看一看 这个飞天的原作 这边没有共享单车 你发现 因为它的可能城市面积比较小吧 用不了单车 走几步就到了 因为人口就比较少 就十多万 还不到二十万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 在这个城市人行道 比马路还宽 真的啊 这个人行很大都可以踢足球了 这么宽 哇 这个好奇态啊 这楼上还有一个雕塑 这个是应该是 模仿的某一个 莫高窟的石窟里面 某一个窟的菩萨 对吧 哇 到了这边好漂亮哦 太阳慢慢开始下山了 这边的云 已经开始透出太阳 日落的光辉了 太好看了 那前面就是档河了 马上就要到了 我们到河边去看看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档河 这个河虽然是挺清澈的 但是很浅 可以看得出比较浅 不是很深 这是沙漠里面的伊汪水源 也是敦煌人民的母亲河 水源很重要的一个水源 那对面就是宁沙山了 然后越泉越在那个方向 非常的近 开车开过去都要不了多久 看上去像一座山 实际上那边就是沙漠了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 在城市里面看到沙漠 这应该是离城市最近的一个沙漠了吧 哇 这个傍晚的景色真的是太好了 不到这边是看不到的 反正在我们家乡那边 很难得看到这么漂亮的天云 我们现在准备到党河的河面上走一走 然后路过这里 天哪好有意思 这边的人民的生活真的是可以 业余生活太好了 而且唱得挺好的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党河上面的一个水上步道 非常有意思 你看很多人在上面走 太漂亮了 对啊 远看像水上片 就这里看过去风景独好 但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左边是党河 右边是一个干涸的水渠 我们就在这里想这个水渠是干嘛用的 你说是泄洪的也不太可能 这边一年的降水量也才4厘米 起洪水的可能性基本上是为零 所以说有知道的小伙伴给我讲一讲 这河上的路好窄啊 只能单向通道 走在这里挺舒服的 到这边来走一走 只有这种墩 感觉随时都要掉下去的感觉 我们现在到了党河的河中江呢 非常的舒服 我身后的夕阳来看一下 太舒服了 这边到那边 是红色的 这边的夕阳真的太美了 而且这边到了晚上 太阳下山了之后一点不热 现在微风吹起过来 非常的舒服 猫猫你看 那前面的那两个云 再往下 应该是在下局部的雨 对吧 绝对是下局部的雨嘛 太神奇了 这边的气候很神奇 刚才我们还看那边 这边非常近距离的 就看到了闪电 又在打 又闪了一下 我的天哪 太神奇了 那边打闪电 然后这边又是非常漂亮的夕阳 然后背后又在下雨 太神奇了 现在天开始渐渐暗下来了 而且我背后已经开始打雷了 非常静的雷声 所以说我们准备打到回府了 然后到酒店附近的沙洲夜市去逛一逛 猫猫走啦 走啦走啦